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10月12日的凌晨时分 和大家做桑普伦静 希望大家留言、分享、订阅、youtube、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看完这段视频 和利用Superfans Function继续支持赞助本人多谢各位 继续讲美国大选好不好 关于台湾的和其他一些新闻 我们都会在今天稍后播放的一些和杰斯一起做的一个新桑海神修和大家报导 我们今集继续讲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最近24个钟又有什么新闻呢 希望我自己的精神和特朗普都一样 特朗普每天都会造势的 他当然选总统 我不是了 他的情况你会发现到非常认真努力去不同的地方 他现在应该是很快 应该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很快会在这个科罗拉拖州 一个他在输紧的州 就是他这个州是南州来的 还有比较深藍一些的 Denver Colorado 就是美国的Midwest 在这个地方希望有一个造势的活动 为什么要找那个州呢 摆明输紧或者甚至是输紧的 都要去做呢 讲关于非法移民的问题 而这件事不只是对于科罗拉拖州有关系 对全美国都有关系 所以这一点是比较特别 然后他会加州 他属于紧的州可以说 他去做这个造势大会 所谓何事呢 就是这件事续一分之后 再续一分析给大家看 首先呢 讲下那个民意调查方面 我就不要相信 那系统的民意调查 看Polymarket Polymarket 不会一定准的 只不过看很多的调查 看到一个trend 就是这个是一个叫做 大家在那个地方有betting 就是大家会bet 哪一个人会赢真金白银 而这一件事在这个X平台 Polymarket 基本上会有些资料给大家看 大家知道呢 11月5日的选举呢 是除了州长 就是每一周的州长之外 就是部分州的州长之外 基本上有总统 参议院 和众议院的选举 年终三元 共和党能够sweep 这三个席位的 基率呢 的支持度呢 去到39% 而民主党能够sweep 这三个席位的 基率呢 只有18% 其实我认为现在更加低 换言之 共和党能够取胜的机会呢 是高过民主党一倍以上 18% 就是36% 只有39% 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的情况呢 威斯康珍州 威斯康珍州 有10张选举人票 全部叮当码头 Harris和Trump 全是50对50 这个真是咬得非常紧的一个州 Michigan Trump是反超的 15张选举人票 Trump是拿到52% Harris是拿到48% 52对48 抛来四个百分点 可以说已经是 刚刚在五叉范围之外 好了 再来吧 看看这个 其他的州份 Georgia Georgia 16张选举人票 Trump是64% Harris 会赢 基本上是很稳的 这个州非常稳的 那 阿里桑拿 阿里桑拿 阿里桑拿州 11张选举人票 Trump是66%的机会赢 Harris是34%的机会赢 OK Harris是34%的机会赢 继续吧 Pansylvania 19张选举人票 Trump是56%的支持度 Harris是44% 中间的差距是多少% 12% 56减44 12 OK 其实讲到这里 大家都很清楚 很分明 究竟是哪个赢 哪个 而这件事是 over the spread 是几天 这个礼拜的一种调查结果 而你会发觉到 如果你说是全国性 做Election Forecast 如果以一日之前 这个Polimarket所做的 Chance to win the President OK Trump 是54.4% 接着Harris是45% 中间抛离 9.4% 9.4% 这个我会觉得是 比较 似样一点的分析 不是因为他的结果 对我觉得是 喜欢的结果 而是因为 这些情况 避免做很多民意调查的干扰 他接收到的 母群体的数目 更加多 反而这些所谓赌盘 我们以前说 台湾选举的时候 都说 赌盘 可能更加能反映 反映到一些选举结果 不是靠什么 章鱼先生 章鱼博士 卖饼仔 甚至没有 左家民调 右家民调 水分一大堆 就是一大堆人 他们根本上是 吸钱的器 即是有些有钱佬 有些政治人物 给他做一些 对他们有利的民意调查结果 那就做了 扮中立 扮科学 扮专业 但是最后 这些结果 我想是polymarket 这些 可能才是一个重要的trend 他没有政治的 考量在里面 他完全是反映了大家 一个开放的平台 给大家去投资 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 另外就是说 在参议院方面 我们为什么说 sweep的机会39%呢 其实就是说 T 大家买个马仔 就知道 TRIO 就是T 的概念 你今天 特朗普 赢得到总统 的机会54% 如果赢得到参议院 的机率 是80% 众议院的机率 是70% 或60% 的话 你把三个数字成了之后 不是就是说 可能成下 成下 39% 或者40% 这个就是 统计的方式 好了 今天参议院 是否赢得到 第一 赢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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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问题 大家不投票都没有用的 而且现在越来越明显 就是说 很多左派媒体 很多人都说到 纽约时报 和Siena College的民意调查 显示 蒙特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 特斯特 目前落后共和党候选人 希依7% 同时 争夺参议员的 德州民主党众议员 奥尔雷德 虽然很努力竞选 但是他仍然落后 现任共和党参议员 Ted Cruz 4% 奥哈尔的民主党参议员 Brown 也仅仅领先对手1% 就当他赢1% 而 特朗普的论判 当然知道是 Vence 即他是 副总统副首 也都 看得到 他的支持率本身 在奥哈尤州 也是特朗普很强 而且他当地的 众议员 参议员 也都相当的强劲 有分析显示 民主党可能 必需要寄望于 Nebraska出现奇跡 否则共和党 应该重新成为 参议院的多数党 Nebraska是唯一 它可能会 特围的地方 Nebraska是 Midwest重要的一个州 内部拉斯加州 民主党 是没有推出候选人 但似乎对 独立候选人 Ospin 表示支持 根据最新民意调查 Ospin 和共和党现任的参议员 Fisher 就是 相辞不下 形成激烈的竞争的形势 共和党目前 在这个地方 就是刚刚说的 就是 刚刚说的 参议院的情况 好了 共和党在 众议院的情况 现在 435个席位 共和党占220席 民主党是212席 和3个空缺席位 均确的席位 大概是 相差达8席 这样 我都讲过了 好多的调查都显示 咬得很严 依然认为 共和党佔優的计率 是56%至60%左右 219 比216 其实和现在的席位分布 是相差无几 现在这个majority 是slim majority 是220 赢212 败8席 分分钟有人头晕肚痛 挖脑衬的话 基本上我席位就空出来了 又要重选了 补选又有很多变数 现在这个差距可能会更加少 就是由8的delta是8变了3 这种情况当然没有理由精算到这样 因为选举的信息难辨 而各州已经开始了 邮机投票 甚至提前投票 关乎美国政治走向 民主党在这个众议院想能够得到多数 共和党想保住众议院 这个是苦战捍卫当中的 大家看到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相当紧臭 没有人可以获得很稳定的一个战果 但你问我 我觉得众议院 我们可能有一半多少少机会 共和党会赢 参议院应该是共和党赢的机会是极大的 51比49 你问国路民意调查都是这样看的 至于总统的话 我想是有55或者60%机会 特朗普是占优 关键的州是三个 OK 即是Pansylvania Georgia 和这个 Michigan 余茂春和我的分析 对我的分析 就是说 他认为 是Pansylvania 和Georgia 两个州是关键 OK Georgia现在领先 但基本上 不可以掉以轻心 上一届 但拜登只有0.2% 0.2% 不是2.2% 0.2% 能够赢到Georgia 其实当时是不是这个地方 有选举舞弊 是一个大问题来的 Recount又不肯 跟着所有的事情不肯做 这件事令很多人 深深无疑 到今天 依然很多左派攻击我们的观点 就说你们不可以再质疑 再拘捕你 这些说法简直是丧心病狂 因为他基本上对于言论自由 不知道是什么的情况 我们提出合理的事实 做合理的怀疑 你认为不合理 不要紧要 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认为 你是共产党的话 你可以 一巴掛落我的脸 但你不是的话 就没必要 今天 Georgia会不会反超呢 Trump会赢呢 刚刚我读了这些数字出来 大家知道机会很大 但是我比较担心 Pansylvania和Michigan 只要在整个选举里面 我再说一次 宾夕凡林亚州 Georgia这两个州 共和党赢得到的话 九成的机会 Trump会赢了 因为只要拿多 Arizona 或者每个Arizona 拿过North Carolina 就已经赢了 就算输了 Nevada Arizona Wisconsin Machigan 但是只要保住Georgia North Carolina 和Pansylvania Trump就会赢得这次选举 刚刚270票 OK 这个就是 270票选举人票 所以这个就是关键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 而Machigan 现在他占优 Machigan占优的话 看看优势会不会扩大 这个趋势会不会更加多 那我看看Polimarket的情况 再跟大家做报导 不定期的报导 当然 在整个关键的情况之下 特朗普会不会继续扩大这个优势 而赢得这场选举呢 其实关键都要看很多东西了 美国大选是决战两个州 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 有些左媒的报导 就是跟余某春 Miles Yu的想法有些不同 余某春的想法就是 宾夕凡尼亚州和Georgia 而很多的报导 就是说 尤其是Harris的盟友们表示 是两个州 在Pansylvania和Machigan 是不是意味着 Georgia已经放手了 OK 可能是这样 所以现在看到 整个Harris团队的重点 就是这个Sun Belt 遇到阻碍 亦都靠Blue Wall 去赢得大选 因为Sun Belt的地方 就是说阿里桑那 遇到阻碍 他仍然靠上Blue Wall 就是Pansylvania Machigan Wisconsin 这就是Blue Wall 就是他们左派说的Blue Wall 另外一个Pacific Blue Wall 就是当然是 California Oregon 和Washington 民主党和共和党竞争 即激烈的Pansylvania 和Machigan 两个州 就是Harris和Trump 计划投入三千 三亿五千万美金 在宾夕 凡尼亚州的电视广告上 而投入在 Machigan的电视广告 是有两亿一千万的 所以基本是洗版的 为了确实占有利地位 Harris和Trump 都有积极的行动 Trump上周六 就在 刚刚说过Pansylvania 就是之前说过Pansylvania 在Pansylvania 和Tesla的CEO Elon Musk 举行大规模的集会 而哈里斯 就在下周一 将会拜访 这个 Pansylvania 他的团队透露 他星期六 在这个州 进行推拉票 积极接触10万户的选民 逐个逐个握手 这个地面战 六战 关于Machigan的竞争 同样激烈 竞选参议员的众议员 Alison Snodkin 在9月向捐助者警告 内部民意调查显示 Harris在Machigan陷入困境 这样就要唱爱兵 先吹票 Machigan的Representative 就是众议员 丁格尔 Debby Dingell 声称 Machigan是工会成员的聚集地 很多Unions的地方 Harris应该进入工会大厅 跟人们互动 才能够取得更多支持 而Dingell表示 Trump相对来说 现在更加亲力亲为 的确是 即是你怎么抹黑 他在Detroit Economic Club 说什么都好 他也都去工会里 跟很多工人去做事 Teamsters 他说明了 我有分歧 今天我这些卡车司机 我这个工会 不压保 不会表态支持哪一面 因为有过半数 我听到六成的Teamsters 都支持Trump FIREFIGHTERS更加多支持Trump 所以FIREFIGHTERS的工会 不说 但是有些教师工会 或者有些房地产工会 他们已经说 Harris 这是他们的面子 事实上 很多里面的成员 是不支持 工会的头支持的东西 工会的头支持的决定 不能够约束 他下面的工人的决定 而事实上陷于一个分歧的状态 这个分歧状态就等于整个美国一样 而哪个人能够信哪些选民 有多少个选民 信个别的候选人 决定了这些候选人的命运 而我认为Trump的胜选 全国的调查基本上是比较佔优 Snotkin和Dingle都认为 Harris在Michigan遇到障碍 但是 Quinnipeg的民意调查显示 Harris在宾夕凡尼亚州 轻微领先 I don't really believe it 我刚刚说过 你只是单一挑个民意调查 一个左派的 我轻微领先 自己在这里自嗨 那么Detroit的News 亦都是这个礼拜 做民意调查 Harris在Michigan领先Trump 三个百分点 我也不相信这些东西 Let's see how it goes 重点不是说Trump赢多少 多厉害 而是真实的情况 Trump是远比这些调查力乐观 但是我不可以说 既然乐观不用投票了 既然不会这样 希望大家每一位 港瑞美国人 或者听了明我这个节目的所有朋友 支持Trump的 希望尽快能够投出你神圣的一票 支持Trump能够赢得第四十七届总统的宝座 对于这两项民意调查 美国媒体Axios 所派媒体认为 考虑两项民意调查 五叉饭 幅度之下 基本上太评局 最终由 谁成为美国中央大选 只有未来才能够揭晓 这件事之外 我们都要看很多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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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新的新东西 你会发觉到有些花边,这些花边都很重要 有一个叫做在 Town Hall,在纳斯维加斯,在内华达州,纳斯维加斯 有一个是 召唤给西班牙语的网络univision 他做过Town Hall,他当然不是说西班牙语 董伴现象资亭,喀兽类子 America. 你看说ここ可以带知道 després怎能读 D.J.E.D.J.R.O 你懂语这个词 Digero Teresa,48岁的一位女性,她在墨西哥出生,她问哈利斯, 请特朗普给我三个优点, 说给我知道,特朗普是拥有的, 说给特朗普的三个优点, 看看这个大少虾婆,究竟她有什么表现, 她当然是大少, 接着是多谢你这个问题, 接着她说, I know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us have so much more in common than what separates us, 她在说废话, 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的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 多于我们分歧的地方, Then she made clear that it's not the case for herself and the former president, 但是这件事不适用于我和特朗普的, 又翻转, 先讲一个general的东西, 接着flip, flip完之后她没有回答问题, 她说特朗普对政治的方法pains me, 使我很痛苦, while singling out his us vs them approach, 即我们说的是us, 民主当中说的是us, 大爱, 我们, 我们, 而右派说的是他们, them, 所以你看看, 这个不同, us vs them, Harris 说, I don't think that's healthy for our nation, and I don't admire that, 这个对于我们的国家, 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 不是一件健康的事, 而我们不欣赏这件事, and I'm quite critical of it, 我都挺对这件事有批判的, Coming from someone who wants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即是这件事, 如果来自一个将会有想成为美国总统的人的说法, 更加有批判性, 他说完之后没有回答到问题, 就是free virtues, 三个他的优点, 接着呢, 继续追问, taking another step at a compliment, 即是说, 人家再, 喂, 说了喔, 哈婆, 说给我知道的结果, 接着他终于开始说了, 他说呢, I think Donald Trump loves his family, and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我想, 川普呢, 是喜欢他的家庭, 而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的, 他说呢, But I don't really know him, I only met him one time, so I don't really have much more to offer you, 但是我不是很认识他的, 我只是见过他一次, 所以我都不可能再继续回答你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他的答法, 我也是非常笨拙, 如果你要答第二轮的结果, 你为什么要在第一轮的答案里面说呢, I think Donald Trump loves his family, 这个已经ok了, 你说非常重要, 但是你又不是很清楚他, 那你说国安来做什么呢? 所以我就说这一点很荒谬, 很荒谬, 就是答得很没技巧, 而且是没有英式幽默, 也都不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应该要做的东西, 我不是要你英式幽默的, 你没有习惯都不要緊, 你都要有一个strength, 你的strong在哪个地方, 你要给别人看, 你都看不到, 是吧? Trump的优点就是这样, 因为你经常说, 你要今天成为一个团结大多数的人, 是吧? 如果我是Trump, 同一个问题put to Trump, 你告诉大家, Trump, 你告诉Harris, 三个他的优点是什么呢? 看看Trump怎么回答, 我先买一下关事, 大家自己想想想, 可能要在留言上写一写, 如果你要说, 哈婆你三个优点给我听, 那Trump你怎么回答? 你看哈婆这样的回答, 你会觉得是合不合理? 合不合当呢? 我会觉得很可笑的, 我不是说他答错, 我是说他答得不好, 明知要别人问第二轮的了, 你都要答一些水汪汪, 我会知道, 迟早堆砌, 何苦呢? 我觉得很不知所谓, 而Trump呢, 就会在下个星期, 去举行他Univision的Town Hall, 看看人家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想他幕僚, 或者他自己都会准备好这个答案, 叫你说哈婆三个优点, 那你怎么回答呢? 大家有兴趣的, 我不会每次配一些给大家, 我用大家的智慧去看,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说, 现在是因为, 麦尔顿, Milton的巨峰, 其实这个巨峰就雷声大, 也都是造成了四个人, 起码四个人死亡, 但是就, 雨点都不少, 但是就, 相信这个破坏力, 没有原先预计那么大, 那么, 现在去到麦尔顿, 原先, 这个Trump要在Miami, 去做这个集会的, 现在都要推迟, 那么, 他也都, 就是, 也都对于哈利斯的批评, 相当多, 说他mentally impaired, 这个已经说过了, 在Reddit说过他的说法, 所以就未来的情况, 都要继续观察, 那么, 跟着呢, 哈婆呢, 就是跟, 华兹和奥巴马赫, 兵分三路呢, 就是继续做各方面的一些, 就是, 各方面的一些做法, 但是, 说这个之前呢, 我们知道Trump, 现在就是去, 甚至已经到达了, 这个科罗拉多州, 就是在, 星期五, 即是美, 不是美东, 应该是中部时间的星期五, 就是去到这个, 这个科罗拉多州, 就是所谓市郊, 去做这个演讲, 那个地方叫Aurora, A-U-R-O-L, A-U-R-O-R-A, 就是Aurora, 去做这个, 做世大会, 那, 这个地方, 就是说, 移民比较猖獗, 那, 它当然会传达信息, 就是说, 很多的, 这些非法移民, 导致到, 在美国比较小的城市, 造成混乱, OK, 那, 这一点呢, 也都是, 知道, 科罗拉多州, 一定是贏不了的, 即是, 不需要, 有任何的情况, 我想, 它赢了New York的机会, 更大个赢了科罗拉多州的机会, 就是, 你看看民意调查, 差不多的情况, 科罗拉多州是很难赢的, 那, 它当然说的话, 有个, largest deportation operation, 那, 那, 怎样做, 怎样分批做, 当然考验它的智慧了, 那, 很多人都质疑它的details, 其实这件事不是重要, 做领袖, 你要知道, Trump 的治理方式, 就是我的目标, 下属, 找方法去达成, 你问Trump, 怎样去达成, how to graduate, another question, 你做领袖, 做president, 是给他vision, 给人家, 而不是给一大堆details, 给人家, details是行政官僚要做的事情, 所以那些左派媒体一直都说, 哎, 你讲一个vision, 没有details, 喂, 做领袖不是这样, 第一, 你要审议次的, 这个vision, 是不是正义的, 是不是应该要做的, 第二, 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达成的, 如果这两个东西都可以想得到, OK, 那, 为什么不去, 给他有机会挥洒呢, 比如说, 他要加中国, 几个percent关税, 怎样做, 修改哪个法律, 通过什么情况, 你问总统, 不可能逐个地方跟你说的, 几难行都有目标, 要认定目标, 全力达成, 李登辉当年, 都是这样做, 认定目标, 下属要全力达成, 领袖只是说给你知, this is our objective, 下属是要, 他应该要拿的东西去达成这个objective, 这个才是说, 用first principle, 去看问题, 是不是, 领袖看的东西是, 符合common sense, 和他要有一定的专业的一些, 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知识, 他不可以缺乏, 这个是领袖应该要有的品质, 而不是不断在那里问, 特朗普, 你怎样达成这个deportation, 怎样达成, 不断阻礙, 不断阻礙, 你特朗普这些东西, 立刻做一些禁闭中心, 是不是集中营, 混了他们, 你说这些东西是荒谬的, 当然不会, 那how, 分批, 先, 将一些严重的人, 将他囚禁, 驱逐, 跟着有一部分的人, 逐批逐批将他deport, 那么这些deport的计划, 影响有多广, 的情况呢, 到时再决定, 但是肯定, 你合法居留在美国, 包括你香港的人, 拿了一些有关的文件, 居留在美国的人, 不会受影响, 如果你今时今日, 只不过是说, 完全没有居留权的, 那that's another question, 那有一个, 就是说呢, D.E.A.那些东西, 就是说, 你继续留在美国这件事, 会继续延续, 因为这个人道的理由, 人数都相当少, 香港的人不会受影响, 这些影响就是, 那些中国人, 他通过这个玻璃维亚, 一路逐个国家, 北上九个国家, 去到美麦边境, 进去, 等政治庇护, 其实一些和政治庇护无关, 无论是什么, 疫症庇护, 经济难民, 政治难民, 疫症难民, 公共卫生难民, 全部都是, 但是呢, 偷鸡魔教, 希望想入到美国, 做美国人的, 然后生一大堆, 然后说, 我在美国土生土长, 一些子女, 要有美国国籍, 怎样通, 这个情况, 会对美国, 整个国家的, 移民政策, 开一个flood gate, 这个是谁的过错, 拜登, Harris, administration, 的过错, 这点很清楚, 当然, 在未来的局势里面, 他会怎么说, 怎么put it through, 这个当然, 是很值得关注的, 那么, 未来的情况, Aurora的演讲, 我们迟些再说, 就是他们还没做, 我正在做节目的时候还没做, 所以我们突然先说到这一点, 但是, 很多左派不断地把一些东西插进去, 2025计划, 有一些财政部的官员, 就在警告, 就说, 如果美国退出, 国际货币基金会, 和世界银行的话, 就是一个退步, A step backward,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是, 有一个, 2025计划, 就是他们针对这个, 2025计划, 在狂插, 这个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所说的一个, 下一任, 共和党总统应该要做的事, 而Trump 从来, 都说, 他也都没有看过, 也都不想看, 因为这件事跟他无关, 这些2025计划, 对他的施政没有影响, 跟着这班左派, 一直用打2025计划的方法, 来打Trump, 基本上是荒谬的, 这个说法, 我会觉得相当值得大家关注, 当然, 财政部的说法就是, 如果美国, 撤出这两个机构, 因为他知道Trump, 都不喜欢这两个机构, 但Trump 在位四年, 45任总统, 没有退出到国际货币基金会, 和世界银行, 但是你说他没有重用这些组织, 当然不会, 这些组织是一个, 如果, 我告诉你, 如果他们被左派政府, 或者一些全球化的支持者, 或者共和党的建制派, 利用作为一个深层政府, 华尔加集团, 向全国, 全世界统治的一个机器, 因为这些机器, 是可以对于一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或者穷国, 去提供数以十亿计的贷款和援助, 也都是要使得这些国家, 有更多的一些改革措施, 去满足他们的稳定和成长。 如果在美中对决的一个大框架之下, 这两个组织如果被Trump, 如果当政的话, 留存在这里, 关键时候发挥重要作用, 可能是一件好事, 即是值得去保留, 我认为值得保留两个组织, 但如果沿用现在左派的政策, 即是一种全球化的措施, 希望做世界警察, 而全世界每个地方, 就是要充分地将美国的势力, 测验到全世界各国, 而这件事会民穷才俊, 非洲这么多国家, 每个人都要你帮的, I want more, 喂,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这件事呢? 你要做好人, 关公, 都要选择来帮啦, 是不是? 港产片, 二十多年前, 一个叫江湖告急的, 王秋生扮个班关公的, 那个人就问他, 那天警察又拜你, 邪又拜你, 其实当时警察也是这样, 白道又拜你, 黑道又拜你, 那你帮谁呢? 其实香港两个都在黑道, 但很多世界都有白道又黑道, 那你帮谁呢? 是不是? 个个都拜关公, 那当然要选择来帮的啦, 对不对? 你怎可能帮了所有人呢? 不可能啊, 对不对? 那如果国际货币基金会, 和这个世界银行, 选择来帮啦, 由始终都要选择来帮, 而帮那么多是不是需要呢? 量方面, 质地方面, 我投入这样的钱, 我美国得回什么利益? 我要成本效益计算的, 我投入这么多钱给这些穷国, 美国可以拿回多少利益? 不是说, 哎, 这个, 你们各个beggers, 哎呀, 我帮到你就非常好, 那样, 不是这样的, 是吗? 绝对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是国家的政治嘛, You need to look in that way, 那现在今天, 你说如果特朗普保留这件事, 是对抗什么? 中国的一带一路嘛,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 一大堆的海外的情况嘛, 这些如果是做战略上, 针对中国俄罗斯的地方, 做针锋相对的一种, 政策的一种, 海外的一些战斗, 有斗争的话呢, 可能是值得要用的, 就是我不认为, 我会廢取, 但是它原用现在, 现在集团的做法, 在那儿找真人, 那这个搞法呢, 就是一定不行, 这个就是我想, 要重新改造, 重新去改革, 而这个也是, 当时是蓬佩奥, 或者那个人, 觉得应该要做, 如果你要, 踩住2025计划, 这个东西来咬特朗普, 你咬不入, 特朗普也没有答应过, 要废除这两个组织, 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 so don't take it wrong, 而这帮财政部的, 深层政府, 华尔加集团, 就是send a signal, 一个cautionary note, 给右派的政府知道, 你定时如果真是执政的话, 不要废除这两个, 因为他们要稳定的, ok? 你问我呢, 当然可以跟你做某些妥协, 但是整个政策的主调呢, 要改变, 这件事必须要注意的, ok? 那当然啦, 你说两党的候选人, 当然是继续在狂咬特朗普很多东西, 而我极度不喜欢的什么呢? 就是他们要区别不同的种族群的人, 去做一些推动, 比如说呢, 奥巴马, 我是很恨这个人的, ok? 什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就是收皮了, 他根本上是, 未到做完总统就已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摆明就是一班左交, 那我先不要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先, 奥巴马呢, 去帮这个哈里斯去做势, ok? 那他就是, 那他就是, 当然啦, 他就是, 说呢, 哎, 就是, 专门是要求, 敦促, 黑人, 去投票给哈里斯, 喂, 你今天, 你应该面对全美国人去做, 做这个演说嘛, 你专门是说, 黑人, 黑人, black, 不止不是black, 黑人, 是黑男人, 非裔男性, black man, 非洲裔的男性, 你专门挑这个族群, 这个就是左派的一种族群, 做法, 是吧? 你去到那个地方, 可能很多hispanic, 很多男人, 或者很多女人, 或者很多, 这个不同种族, 不同族群的人士, 但是你都要向全美国人呼吁嘛, 你怎可能说, 你们这些黑人, 黑性, 黑男人, black man, 你们要投票给我呢? 投票给这个卡曼·哈里斯呢? 这件事很荒谬, 今天选举, 选言与能, 以前都是啦, 港信修目下, 大同与小康已读过啦, 这些我们当然啦, 觉得中华文化这些很奇怪的东西, 大同与小康, 这些就是左交道罢, 正因为你有太大同与小康, 才有这个美丽新世界, 无产队阶级, 最后共产世界, 这些这样的东西, 共产世界就是大同啦, 所以我就说, 左派的思想, 和瑜伽思想, 极度多个串联的地方, 我先不要说这个大问题啦, 即是, 你今天, 你要的地方, 就是希望呢, 大家都是, inclusive, 是不是? 你左派就是说inclusive嘛, 当你去到那个地方, 我要去blackman支持他, 这个inclusive呢, 你只是对一个特定族群的讲话, 你根本上撕裂了一些, 譬如我, 假设我是美国人, 我不是black, 我是man, 但我都不是blackman, 不好意思, 那你真的不是对我说话, 你对那些族群说话, 而那些族群就很high, 你希望那些人呢, 因为你, 哎呀, 很尊重black啊, 因为我是black啊, 照照发镜我是black啊, 你也是black啊奥巴马, 卡玛拉也是black啊, 好,black, 头皮black, 黑人永远维护自己的, 你是不是想美国搞这样的政治呢, 这个就是critical race theory咯, 这个就是种族方面的一种, 唯唯唯咯, 今天就算很多黑的男人, 黑的女人, 不是bond by you, 奥巴马, 不是bond by Democratic Party, 不是bond by Kamala Harris, 是bond by他们的consciousness, 他们的良知, 他们的政见, 那他们可能是左派, 可能是右派, 就是忠于自己去做事咯, 譬如我这个地方, 都不会说, 所有的民主党的支持者, 你们一定要听我说话, 你们一定要投 Trump, 我不会劝你们的, 叫做, 哎, 难听些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好听些就是说, 哎,下重不可与兵, 那不是文雅一些, 下重不可与兵, 那你真的这样, 我出来做什么呢? 我又不是做全教士, 我又不是做牧羊人, 是吧? 我又不是牧师, 我又不是做这些东西, 你自己喜欢各行各路, 但我只是说, 今时今日, 如果真是尊重良知的话, 大家想一想, 我只是说, 这个很基本的东西, 我只是说, 你考虑一下, 我不会说, 哎, 你一定要投给谁, 这个就是奥巴马的手法, 同样道理的, 左派的媒体一样的, 譬如说, 哈里斯, 他是这样的, 譬如, 美联社, 三大, 新闻社, 头挑的报道, Harris viewed more positively, by Hispanic women, than by Hispanic men, 他说, 根据这个AP, 即美联社的NORC poll, 就这样看, 他说, 嗯, 哈里斯呢, 是在这个西语系, 就是这个拉丁裔的女人中, 获得更多的支持, 多于西语系, 男人中获得更多的支持, so what? 就是你做这些东西, nonsense, 对我来说, 你在不断区分不同的族群, 做一些所谓的, 统计学的研究, 当然, 你没有这样的, 违法的问题, 你都可以这样做, but so what? 你这个新闻拿出来给大家看, 第一, 西语系, 不论男人, 女人, 不知美国非常多的人口, 当然, 他有些关键的, 就是很多人在里面, 但他不是代表说, 哎, 大部分的人都是西语系的人, 然后, 你又区分男人, 女人去做这个调查, 你影响些什么的东西呢? 就是, what do you want to do? 你就想西语系的人, 就是专门西语系的, 黑人的, 投给Harris, 你后面的一个伏线, 就是一个地方, 当然, 你说, 我没有这么说的, 但你基本上是用, 种族, 性别, 做个区格, 然后做个调查, 然后目的是什么呢? 斗争, 这就是后面的东西, 就是Michelle Foucault那一套, 就是说, 你用种族, 性别, 和环保, 三个议题, 结合之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四大议题, 阶级就是贫富, 这个种族, 就是你的blood, 你的genes, 你是不是黑, 这个Hispanic, 还是什么是白人, 一般白人, 性别, 男人女人, 之后呢, 就是这个环保, 你是不是支持Green New Deal呢? 四种东西, 作为一个斗争的工具, 谁支持, 谁不支持, 站在那边, 二分之后呢, 做斗争, 转改历史, 各方面的东西, 这些就是左派最经常做的东西, 我们说的是真善美, 就是我们信仰基督, 信仰天主, 就是信仰God, 信仰Jesus, 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 我们每个人的肤色, 高矮, 肥瘦, 智商, 我们眼界, 道德, 各个都不一样, 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 只因为这个Mirror, 我们做了一个所谓的Rule of Law, 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 这个是宗教, OK, God, Law, Rule of Law, 在他们面前,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平等, 所以人权是平等, 不是人是平等, 再讲错, 人权是平等, 人与上帝的关系是平等, 因此人权是平等, 但不是代表人人生意平等, 是人人生意在上帝面前平等, 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人权是平等, 但不是人人生出来, 嘩, 所有的东西都一样, 没有, 而且当然有不同的, 有些真是比较自然的cheap的, 即是林郑月娥, 李家超, 罪性很重的, 有些真是行公义好联盟的, 德兰修女, 马丁路德金, 不分种族, 所以看回这个就是基本的, 我们的原则, 圣经不是说犹太人最高级, 最高等, 没有, 犹太人是背叛耶稣的人, 天会最高等, 曾经是chozen people, 但基本上这个chozen people, 随着新约的到来, 人人已经和上帝做和解, 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是基督教的基本, 或者天主教的基本意义, 这种情况, 放在这帮阻交的心目中, 他们没有, don't take it seriously, 他们觉得是要这样做, 才能够潜入到一种动力, 因为你有抹开意愿, 就会产生斗争的动力, 他们觉得这是改造 progress, 进步的动力, 这就是他们不断想的一件事, 所以我说, 这些这样的思维是非常要不得的, ok, 那这些就是我们看回最近这个措施, 比如说, 华智呢, 也都在Detroit的地方, 因为Detroit在Economics Club, 也都说过那些非常动听的说话, 那华智也都是, 不断是讲呢, Trump 的坏话, 就是那些所谓的工会, 去做一些支持, 但是不要忘记, 工会的头支持你, 即是除了那两个工会, 即是货币车司机, 以及卡车司机, 以及这个消防员之外, 基本上很多工会都支持民主党,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这些支持民主党的工会的头支持你, 是不是他下面所有工人都支持你呢? 可能是四成的人, 五成的人支持你, 以及他那个真正的头支持你, 代表实在所有工人, 他在工会是为了工人的权利去争取, 但是不代表说, 每个工人都是这个工会头的螺丝钉, 没有这件事的, 所以每个人都要争取工人各别, 每个人的支持, 因为投票, 不是工会投票, 每个人一人一票投出来的, 那么看回这一点的话, 当然有些人会支持Walsh, 但是你知不知道Walsh是个什么的人呢? 是不是? 他们中国的关系, 距离是什么呢? 大家要好小心, 这一点大家希望都要, 明辨是非守护公, 而继续关注这件新闻, 那么我们稍后再继续讲这件新闻,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